你脱负活该 自作自秀 过你瞎了眼 你回来了 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他总是给我对着的 一点都不心疼我 还给我添乱 我感觉我在这个家里 就是孤军奋战 他就像个怨妇 我们没法沟通 我做啥都是错的 如果让你们互换身份 愿意吗 我肯定愿意 天就上个班就万事大吉了 多逍遥自在呀 我觉得没必要 我们分工不同 我们互相配合就好了 能感受到一些 那个火药味了 今天为什么来呀 我们在一起 就是十多年了 现在就是有两个小孩 每天在家 都是我一个人在 然后的话 就是他经常不回家 偶尔回一次家吧 就经常打游戏 就是因为我一边工作 我还要照顾孩子 我真的一天 说得不好听点 我就是我连洗脸 刷牙的时间都没有 可是他哪回来就打游戏 一直打游戏 有打游戏的时间 为什么不能去照顾孩子 为什么不能去做家务呢 你这个说的太夸张了 我偶尔回家一次 就打个游戏 放松一下 就开始跪下 别回来了 药流服用 你有没有想过 你打游戏的时候 你给孩子造成什么影响 我在家 我一个人带孩子 我好不容易给孩子立好的规矩 晚上八点到点就睡觉 结果人家一回来 把这规矩就打破了 天哪 干嘛天晚上不睡觉了 就在那打游戏 不睡了 是不是 你看你说话是不是很夸张 我回家 孩子说想我了 平时你八九点睡觉 我回来的时候孩子说 爸爸你回来 我跟你多玩一会儿 有问题吗 规矩是一天养成的吗 大哥 那我好不容易养成的 我就跟孩子多玩个七八分钟 二十分钟 那就会打了你的规矩吗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插一句话 问一句啊 刚才说了一个叫先生回来 这个所谓回来是什么呀 就是他在市区里边工作 然后我是在一个县城里边 就是一个月 就是偶尔就是回来个 两三次 三四次就不经常回来 都是我一个人在家 有点像那种周末夫妻 行了我知道了 对 他就是经常不回来 一回来就是感觉 他就不帮忙就算 就静给我添乱 带着孩子各种玩 包括孩子的学习成绩 他从来不过问 我在家 我就是我自己教孩子 他合在哪天回来 孩子学习好了 哎 遗传人家聪明西班了 如果孩子考得不好了 就是我的问题了就是 我就感觉我在这个家里 他一点都指望不上 一点点都指望不上 什么都是我在弄 你是一肚子怨气啊 你是特讨厌你老公吗 你从开场到现在啊 你老公的距离越来越远 一直在位移 这个我觉得他就是有时候 总是很夸张 我每个星期回家一趟 我从做好早饭我做好 中午饭做好 晚饭做好 还得带着孩子去玩 哎 我带孩子 他说把孩子带得不好 又打乱他的习惯了 好不容易回他们家 是不是想着在一起 其乐融融的 总的就四个人 是吧 把饭做好了 在碗中上一起吃 有那种欢快声 他前面就是穷讲究 花钱也是他大手大交 我特别就是 就是不喜欢他这一点 因为本身我们还有一些贷款 啥的 我就是希望就是 能存一点 是一点是吧 因为家里有两个孩子的 以后就是需要用到钱的地方 还有很多很多 所以我就审了他地儿 但是他呢 就比如说 就我们就是短途旅行嘛 经常带着孩子出去什么的 一小段距离 我就觉得这个公共交通啊 这个地铁啥就挺方便的 就十多块钱 一百块就搞定了 结果人家你就非得开个车 我买车是为了享受生活 让我的品质更提高 难道我买个车 就还要把那车放在那里 然后我再去打梯 打出都是为了省钱 那换句话说 我买车干啥嘞 所以你就是光享受 你光总的享受 你你知道生活 我不享受为了干啥 我有更好的事 为啥不享受 那个钱是你的吗 你光说你 他怎么不是我的嘞 你那个钱花到我们家 我能接受 但是你那个钱给别人花 我就受不了 怎么会给别人花嘞 就比如有一次 他们就是朋友聚餐呢 他特地去挑那种 就是特别高档的那种餐厅 然后去结账的时候 人家几个都意思一下 他直接把账给结了 我是男人 我在外面做生意 生意场上是需要交流的 请客吃饭来是很必然的 啊 难道我去请客吃饭 我还带着我的朋友去地摊 每次都是这样好不好 那我每次的请客吃饭 我又生意往来啊 那你每次都是这样 你每次都是这样 一开始人家都意思一下 后面直接就吃饭了 就等着人家结账了 那我们又不是特别有钱 我们还有很多是吧 我做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想想 我在外面朋友多了 生意做好了 他赚的钱不是给你花吗 那个钱都不是我们的钱 我就是觉得 你为什么反复 抢到这个钱不是你们的钱 谁的钱 因为那信用卡的钱 那肯定要还 我就是觉得那个钱 在自己手里握着 实实在在的才有安全感 我都说了 你踏踏实实的 一百块钱 咱们过一百块的生活 家里有一千就一千 你没必要拆了 东墙补西墙 老是那样花 你们家欠多少贷款 车是一次性付款的吗 有一点贷款 有贷款 房吗 房子也有一点吧 你说这个事情 我更来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eleven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i sit here looking for an answer maybe the biggest question was in the last chapter you gave me the soul i had today without you i never could have moved away but now i'll see what you teach i don't believe i always should have stayed yeah is this been the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can't believe it i are willing it i don't know if this I can't believe it i can leave you what do you do i don't know this ik i can be iesen 你江湖挣了多少钱 我没有 我不花 没有花过他一分钱 我就是觉得 那你怎么生活呢 你不花他钱 因为我一边带孩子 我有自己的工作 姑娘 我大概能懂您的委屈 我们都懂 现在您只需要回答我 另一个问题 除了银行贷款之外 你还有没有欠外债 没有 跟自己的朋友生意往来 有没有打过借条 没有 有没有跟岳父岳母借过钱 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我能不能换个角度问问题 为什么你既然是做美业的 那你是在城市做 还是县城做 我觉得都有可能 市里面 就是你为什么不回到妻子身边 在她这儿开一个小的美业 美容店什么的 都可以赚钱 这样你的消费也会降低 你能陪在老婆孩子身边 为什么 女士为什么你们不做这样的选择 她是县城里面的 县城怎么了 县城不能剪头发了吗 但是生日就立马就降低了 女士为什么你不让她回来 没有要求过吗 我给她说过好多回 然后她又说 我们那个县城里边小嘛 然后各方面都跟不上 因为她做的那个客人 都是比较高端的客人嘛 就可以赚得多一点 对 可以赚得多一点 然后她自己能花得多一点 什么叫做 我在市里头更有客源 你老婆娘家人都在本地 你到县里来开一个美发的话 你的老婆也好 或者说当地的亲戚 也都有一些介绍和帮衬 之所以不愿来 第一为了面子 就像你一定要开好的车出去 一定要自己抢先结账 你要的全是 虚头发脑的东西 所以对于你来讲 现在有一个女人 在后方帮你撑着这一块 你觉得挺好的 偶尔回来一下也就可以了 只要这个女人不闹 就是你这一次来的主要任务 然后维持你生活的现状 你不做出任何改变 妻子 您为什么不离婚 就是我二十岁就跟她在一块了 然后到现在为止跟她生下了 也两个孩子了 就是说她平时不在家 我自己一个人带 我也有工作室 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我每天洗脸的时间都没有 但是其实这样 我也没有一点点花花肠子 说去外面干嘛的 我就是一有时间 我就会扑到这个家里 也是想就是说 把它好好的过好 但是她每次回来 她就是看不到我的付出 然后还给我对着干 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迷茫 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呢 因为我就是那种 可能我小的时候 我妈就说吧 我是那种不撞男强 不回头 不对 因为你不爱自己 我们就是那种 到一会儿就是全家都反对 然后我现在如果认输的话 我不就真的输了吗 我就觉得如果我是一个男的 如果一个女的为我做到这样 我恨不得一天24小时不睡觉 我家把这儿我努力 好好地担认好 赵女士 我说一个点 女人管钱天经地义 管钱不是说 把这个男人的钱抓得死死的 而是如何去合理安排家庭开支 如何给家庭存钱 但是到现在为止 你没有说一句话 你说我在我老公那儿 去每个月拿点钱 固定给家里存上 你全说的都是 我自己把自己的钱花了 她的钱我不花 你这个思维 已经把你们分成两家人了 她可以做她的单身 在外面随意 并且我再次给你强调 找你老公要钱来存给家庭用 这是合心合理合法的 我实在想不明白 你们两个为什么非要双城生活 你们不具备双城生活的能力 先生到现在为止 活得已经像个单身汉一样 她所有的消费观 所有的生活观 都是一个单身男人的观念 你在视频里别说了 我才不愿意回家呢 回家多累啊 你都知道做三顿饭很辛苦 既然你们来的目的是为了 让你们变成一家人 那就每个人要去反思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强调自己做得很对的地方 如果你们都做得很对的话 你们就不至于这么痛苦了 我真的没有那么厉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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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